大甲镇兰宫历史悠久香火鼎盛 不过庙中的壁画在长久以来的烟熏和使用之下 已经无法看出原图 墙上的浮雕色彩也都已经斑驳脱落 幸好镇兰宫在今年找来当初彩绘的六位国宝级画师还有徒弟 一起携手把庙宇重新上色 再现过去壁画风采 画师站在银架上仔细的彩绘壁画 大甲镇兰宫墙上的壁画和浮雕彩绘 在经过40年的香火烟熏和气候潮湿等因素下 彩绘一斑驳 长臂癌 无法辨别当初原画 庙方婴儿找来当初的六位画师和其徒弟 一同携手将庙内重新上色 希望重现庙宇壁画风采 因为我们的厢院很百 可以说把我们所有的大师的彩绘 在这40几年来分了都已经有的去拍戏 身为画师之一的林昭毅老师 虽然不是最资深的 但从年轻当学徒至今 也已经30多年 曾画过高雄佛光山 中立仁海宫等知名庙宇 老师们透过巧手将壁画 从清洗屋渍到重新画框 调色和上色 要透过精细彩绘 赋予画作灵魂 随着时间流逝 传统寺庙修复技术逐渐凋零 老一辈的画师越来越少 投入壁画的专业画师全台更是不到十位 画师们结合传统与现代工艺特色 努力修复庙宇 要留下艺术的美工后代欣赏 记者烂威台中采访报道